2012的诈骗数 强烈的防范之下 防范的打 这个是破了很多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一片景气低迷的时候 这诈骗集团获利丰富 那么几乎变成一支独秀 我们今天也破解了 2012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 而且这手法不但是 用这个采国际化 那么用这个网络高科技 同时再加上剧情 那么还有再加上一些魔术跟幻术 我们稍后让观众朋友来看看 那么用魔术的方式 怎么样会让你眼花缭乱 连这个高级的知识分子 都已经会上当 为各位介绍我们在现场 有前调查局的官员 苏毅群先生 还有职生媒体员 高超先生 邱毅教授 还有台北市议员 林瑞图先生 惠文先生 我们稍后也为您请到了 大家可能蛮熟悉的一位 这个魔术师 神奇杰克 现场展示几个手法 大家都知道 这是怎么样的 这个诈骗进行的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陈建龙 这是怎么发生的 确定一下这张白纸 把白纸放进水盆里 浸泡药水 连续戳个两三下 不到一分钟时间 变成白花花的钞票 这招就是俗称 洗美金的魔术手法 骗倒不少人 就连第一银行前董作 陈建龙也受骗上当 他是陈建龙 前经济部长 宗才一的丈夫 台大公管系毕业 曾出任高雄银行 第一激控董作 精通财务金融的银行家 怎么会被骗 见方查出 去年陈建龙通过程序女子 认识自称 美商电脑公司顾问的灵性男子 对方声称 有一笔两亿五千万的 非洲奈民基金遭冻结 要是有公关费疏通 八千领出来 可以分好五千万 为了取戏的陈建龙 灵性男子还安排他 飞往马来西亚 找黑人假扮南非大使 当场表演白纸变美金 陈建龙信以为真 认为拿一千万换五千万元 混赚不赔 这张纸呢 就慢慢的 付起来 我们一起来研究 这2012的整个的一个骗术 全面的一个手法 可是先谈一下这个陈建龙 陈建龙是当过精控的负责人 按道理讲是见识多广 尤其是在金融界打滚的 怎么可能会 人家拿一张白纸说这是 洗一下就变美金 居然相信要付一千万 以为可以拿五千万 这个是 这是所有的 目前诈骗集团的教科书里面的 最值得的范本 这个案子为什么受人瞩目 大家知道陈建龙 他本身在金融圈 可以说是非常熟门熟路的大佬 他做过高雄银行董事长 做过第一银行董事长 后来又成为第一金控的董事长 他在金融圈打滚这么久 说实话 以他实务这么了解 台大公管系毕业 智商也很高的人 你照理讲 拿起美金一摸 就知道真还假了 每天摸的这么久 对 就知道真还假了 怎么可能会到最后 诈骗集团会在陈建龙的身上得手呢 我在上海跟昆山遇过好几次陈建龙 当时我就觉得陈建龙变了很多 一个人会容易被诈骗集团骗 会成功被骗 尤其是专业人士 两个因素 第一个贪 陈建龙贪 他从跟钟才一之间夫妻闹翻 然后阿扁诺没落以后 他跑到了大陆 跑到了东南亚去打天下 他也竟然为了要赚那五千万的公关费 结果就拿出一千万出来 这贪嘛 第二个 色嘛 因为他旁边带了一个 他当时做他小三的陈姓小姐嘛 陈建龙画面 所以他在女人的面前要摆出 摆阔老嘛 而当时诈骗集团找到表演了以后 这个女的没钱 陈建龙就拿出92万马来西亚币出来 就一千万台币 所以贪跟色嘛 贪跟色嘛 这两个就造成了连一个专业 如陈建龙这样的专业的金融高手 都一样上了诈骗集团金光党的一个骗嘛 所以这个隐意为戒啦 一样过去八流案 经济九不是也是如此 经济九那时候要去骗人的时候 你看嘛 外交部长 勤制投资 都一样是中了他的计啊 一样十亿就过去了 经济九稍微还有这个机会来谈 就是整个的这个诈骗数 大家可以看到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 我不可能会这个上当 每一个人如果稍意不慎 在目前诈述日新又新的这种情况之下 都可能进入他的这个圈套 高超 是 我想他用这个所谓国际难民基金啊 没有人知道这个基金是多少 这规模是2.5亿 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诈骗者林坤才 其实啊 我们这个大银行家 如果他请他的秘书 随便找个网络 他有他过去的背景 就是在去年 这个家伙已经是炸鸡犯了 之前他也是用一个什么科技公司 像是美国的 什么资讯工程的一个博士 然后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要投资一个矿区矿财 然后又有什么一个这个权利 那这个 那陈建荣这一次是说 他拿一千万 他可以获利五千万 是五倍耶 这五倍不得了 那我要透露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来看 现在最新的科技的部分 叫做奈及利亚419偏案 什么意思 大家都是仿造就说 我是奈及利亚的 因为奈及利亚是个 那还有一个名称叫419 419 所谓的419是奈及利亚的刑法 第419号 所以基本上 他们就叫奈及利亚419 这个是在这两年来 最流行的这个部分 每个人都说他是非洲的 他是某一个地方的 这个一个矿区 或者说他有一个采矿权 然后他怎么样 他因为奈及利亚内战 很多有钱人 就拿出把资产转移出来 发生内战嘛 那他们资产转移出来什么 钞票嘛 那美钞或什么东西 他们就说要经过一个漂白 才能够私运到国外来 好 现在过去是用白纸 这一次是白纸跟美钞 现在还有个叫做黑纸跟美钞 我跟各位来讲 黑纸怎么做 黑纸就是把一张美钞 一张美钞泡在面粉里面 好 那个美钞加面粉里面 OK 那个面粉会附着在那个钞票上 这是一张真实的钞票 然后再怎么样呢 再用点液 点液就是我们的点酒 点酒碰到面粉 淀粉的时候 就产生黑色 所以变成你这个美钞上面 就有附着一个是 面粉跟点液的结合体黑色 然后这个黑色的时候 我今天拿给你这么多黑色 是我从奈及利亚运出来的 好 我现在把它还原 怎么还原呢 就用肥皂水 就把肥皂水泡在刚刚的黑纸上 再洗一洗 那洗一洗再搓一搓 就变一张美钞了 如果一个诈骗机的人跟我讲说 我从奈及利亚运了很多这个黑纸出来 可是我马上一分钟洗一洗 马上变成美钞 这个道理就跟白纸跟美钞 完全是一样 完全是一样的方法 现在加一个故事了 对对对 就是这个手法是一样的 手法是一样的 我们稍微让观众朋友来看看 如果这个手法是一样的 会有什么样的方式 这边有几个这个杯子 大家这个不要觉得特别奇怪 我们稍后就会请一位人士 现场做给大家看 所以这要怎么样破解这所谓的 奈及利亚419的骗数 因为这个 刚刚邱毅教授有提到 陈建龙的这个经历 所以基本上我要先跟观众朋友讲 这是我们台湾很建设的事 他做过第一银行的当署顶 是阿扁仇佣任命的 基本上丢脸 这下期下期大家都同样 不过他说你说这个情节像电影 我觉得一样就是他这个案情 跟我们一般讲的洗美金的案情不太一样 第一个我问观众朋友 不要讲十年十年太久 讲最近五年 最近五年你有没有在台湾看过伟超的案子 最近五年听都没听过 伟超印那个 我们新台幣有的他没听过 为什么 因为很容易被抓 没有人要做了 那刚刚邱毅委员也提到 这个陈建龙带过美国 你那名 涛哥你那个待会表演期那个就知道说 你也摸也知道说 这样子洗美金出来的美超 在美国是不可能流通的 那想也知道 再来 再来 这个检察官叫他说 他被骗了一千万之后要回五百万 这怎么会是我们的行情呢 如果有哪个黑道大哥 我说我被高超骗了一千万 他能够要回五百万 我跟你讲他今天晚上电话你又要打爆 更快的我秋衣也缺我一架 人家也缺我一架 没人这样偷笑的 偷一半回来 太狠了 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 说刚刚我们新闻讲说 投资一千万要拿五千万 这个比例也不对 通常你如果是伟超它是一比十 我一架要跟你二十架没你卖的 哪有什么一比五 所以我怀疑我合理的推断说 刚刚邱一伟讲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那个色的部分 其实我一般在诈骗里面 是没有这个桥段的 哪有什么女生带你去 然后说我想投资 可是我手上没有钱 你今天借我 这个我觉得 所以我认为说陈建宏被骗 这可能是属性 但是案情恐怕有点差距 没错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说 这个未来是到目前为止 新研发出来的一套骗数 是419也罢各种 它是加上剧情 加上所有你现在在看到的 这个所谓的这种骗数电影里面 全部如无法炮制 这个如果说我们在印尾超 就大部分都十块换一块 你一百块就是只有十块钱才能买的 那我们我说实话 这个陈建宏我跟他因为以前 我在张立委台的时候他当金控的董事 那个叫做低音朗董事长 那时候他就很贪的一个人 是有钱两个人 是有钱两个人 他跟那个陈品荣那时候 他在交往的时候 跟钟才宇也是同时 所以钟才宇才会跟他离婚 这个我们把这事实讲出来 那现在有没有理我说 那天那个我们根据他的资料就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陈品荣都常常 那时候会来那个第一金控 就在我们那个立委员旁边 坐在重庆南半 常常接他下班 主动接他下班 董事长有坐车他会接他下班 但是这里面他有涉嫌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陈品荣很喜欢带陈建宏去喝酒 去喝酒 那如果说 因为那个陈建宏很喜欢喝很好的红酒 非常好红酒 所以你认为这不是单纯的 就这样子上当被骗 不是 也是一个粉红色的陷阱 因为陈品荣就是那个陈建宏的女朋友 就是关系非常深厚 所以你说粉红色陷阱 可是419的这个奈基利亚的手法也出现了 手法也出现了 因为陈品荣到后来 因为陈品荣知道他没有办法跟陈建宏一生 他就想办法要涉取他了 但是这个也不算涉取 陈建宏本身也贪 他想说我大概我这样我一搞会搞了两亿五 我只要一千万出来搞了两亿五 所以被诈骗大概最主要的一个动机就是他 对 你看我们中国人讲过 九四川塘毒药 涉是刮骨钢刀 赌制下山蒙虎 九四合在一起的话 赌制下山蒙虎 他刮骨钢刀 他今天他已经抓住了陈建宏的弱点 陈品荣抓住陈建宏的弱点 陈建宏他敢不投资给他一千万吗 敢不投资出来吗 所以说他今天他不甘愿就去法院告 才有这件事情爆发 问题这是陈建宏去揭发出来的 但是有多少没有这个爆出来的 这就我们现在让所有的观众朋友看 这整个的一个2012年最新的诈骗集团的手法 是原来翻新之后加上剧情 那么他以前过去就是我随便撒网 那么谁愿者这个上钩 可是现在他是针对一些人 那么每个人只要你觉得 他都觉得你是有点飞扬的话 就可能编造量身打造一套 我们现在也欢迎观众朋友来注意 是怎么样来可以观察到 所谓的这个什么白纸变成钞票 我们请到了这个神奇捷克 请到我们这个现场来 跟所有观众朋友来解说一下 不过这里面你有一堆这个道具 请慢慢来 待会怎么样让观众朋友看明白 以后避免上当 在你准备好之前呢 我也请教我们的这个 神探 你在过去有这么多的经验里面 这种案子说实在是天天都在上演 而且这些骗子特别喜欢找这些名人 因为名人被骗了以后 大部分为了这个面子吞下来不敢讲 大部分 大部分九成以上 像陈建龙这种赶到法院去告 把事情摊开来 这是绝无尽有很少见的 因为为什么 大家就知道嘛 你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你摊嘛 一个是你这个很蠢啊 才会被人家骗 被控制住了 但是别人的想法是你很蠢才会被骗 那过去我们办这种案子 就像各位所讲的 就是一个基本原则 被骗的人都有贪的这种贪念 而且很强烈的贪念 另外呢我们看看这所有的故事啊 都有共同的雷同的地方 一个是 边的故事来头都很大 我曾经办一个案子 他那个来头是什么 200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说蒋夫人有5000亿的资金 要回来集住到这个连站那边去 但是没有适当的管道 你是不是这些人 我用土地做平台 把土地把这个钱进来 洗钱进来 所以我那个朋友 拿了十几张土地钱状给他了 真的给他 豪几甲地 连那个委托书都要给他了 结果还好他爸爸想到了说 不对 你赶快叫书先生来看一下 我一看那个名片 我就知道是骗子 这个名片叫什么 蒋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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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就是蒋孝华 他说不对 这个人长得跟金国先生很像 他自称是金国先生第四个儿子 我说第三个儿子我都没听到你 还有第四个儿子 这个显然是个骗子 后来我要逮他 他跑掉了 赶快把这个土地 所有钱赚作废 所以说这个事情没有成功 我刚刚讲的来头很大 第二个 故事很吸引人 所以说会吸引人 做这些动作给你看 很吸引人 第三个 一定掺得半真半假 真的让你去查证 最后还会制造情境 这些情境一定要有相当的共犯 一对一造不成什么事情 一定要有其他人搭配 像今天有一些社也在里面 赌也在里面 各方面的情况都有 所以说我们所有民众将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想到一句话 我太太常讲的一句话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午餐 绝对不要相信这些事情 你就不会上当了 他没有可能说我拿一块给你 你给我五块或者给我十块 我拿一千万 拿五千万 或者再还一亿出来 不 这个你刚刚各位提到的 所谓奈及利亚的这个419的这种诈数 这点神奇杰克要跟观众朋友来现场示范一下 这个钱怎么样 由白纸变成美金 我们大家马上检视一下 你好 OKOK 赵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晚我就要来示范一下 白纸怎么样 在所有的专业的来宾面前把它变成美金 OK 好 你说这是一张白纸 这是白纸 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白纸的这个尺寸也不像美金的 当然可以裁成的比较像 这製作单位裁的 製作单位裁的 可以裁成的比较像 这也是一张白纸 没错 这里呢 这里有盆水 OK 可以看一下 最后进去看一下就好了 这样大家清楚了 这不只是陈建龙是曾经当过金控董事长 一般人说我看到以后拿一张白纸怎么会相信 这是重点在这里 基本上这张白纸在这边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透过我们前面的镜头 哇 这么夸张 OK 好 没关系 OK 好 首先呢 我把这张纸呢 观众朋友面前看清楚 这有一张纸 OK 把纸呢 折起来 OK 折起来之后呢 照进去 照进去没关系 OK 好 观众朋友看仔细了 OK 在所有观众朋友面前呢 就会看到呢 纸钞呢 慢慢呢 把它搓 把它搓 慢慢搓 慢慢搓 不要搓太大力 不要搓太大力 慢慢搓呢 慢慢这张纸钞 慢慢搓 透过镜头观众朋友看得清楚 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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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完了之后呢 再 呃 对 再慢慢搓 慢慢搓搓搓搓搓搓 对 纸钞就搓出来了 好 那观众朋友可能会认为说呢 这个里面可能有藏一张 会怎么样呢 没有关系 OK 好 OK 下落点这个之后呢 再恢复一下 OK 观众朋友可以看清楚 里面呢 所有的水呢 就变成清的 OK 里面呢 白纸呢 没有任何藏任何的东西 OK 对 观众朋友可以 究竟可以检查一下 我或者是怎么办 检查一下 可以检查一下 真的没东西 你这没串通的 可以展开 OK 好 可以当时我看一下 是真 大小不一样啊 刚才那个 怎么刚刚跟大小不一样 跟白死大一样 就一模一样的 这是真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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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定有真操 刚刚那一张 就是刚才就变成 透过特别的化学药剂 基本上呢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是什么可能呢 所以 凭我们大家在现场检验的话 说这陈建隆会上当 那么一般人会不会这个跟着上当 如果就这样看的话 会 会 这是会上当 大家 刚才镜头其实很清楚吧 就是看着他在 这个味道也像臭嘎嘴 没有 下一个问题啦 就是刚刚我们那个 魔术大师讲的 你加了这么多药水 在诈骗集团呢 那个叫做什么 神奇药水 对 神奇药水 那叫神奇药水 那张那张白纸呢 就是变成这个东西 不是 这个有点 这个难以去解释了 刚才那一张白纸 我现在请教几个问题 我马上就回来 好 所以这个是 你刚刚讲说 这个是就是这样子水过滤一下 把它戳出来 就是白纸变钞票 对 那么有的手法说 它根本就是个张言法 就是中间把它变成 你这个不是张言法 这不是张言法 那所以陈建隆那个诈骗宿 碰到的这些诈骗集团 用的这种方式就是这个样子 我马上再回来 我再请教你 大家破解一下 所以这个诈骗集团 如果我们在现场 画面镜头是这样子的话 那难怪陈建隆是 是会被骗的 马上回来 来 你想吃 你吃吧 老公 这感覆水很高 对啊 你每天都吃了 爸爸你要偷吃了 病虫 没办法 有办法哦 只要喝对茶 美妆乌龙 帮助酱总感不存 参参喝 轻松这样哦 以后就靠你咯 你的健康小护士 美妆健康 想做英雄 搞定一架子才是真英雄 Volkswagen to run 油耗安全 MPV最高标准 7人座 德国生活家 109万8请 2012年是全新限量到港 德国福斯 Volkswagen das Auto 一张学生票 对 他是我同学 想要有优惠 不用这么费力 午餐时段来麦当劳 天天都是优惠价 现做的双层纯牛肉 整颗马铃薯制成的薯条 套餐组合只要79元起 天天来最滑的来 备见儿童DHA 补充儿童每日所需的DHA脂肪酸 为儿童专制 帮妈妈省事 给您的孩子好好加油 备见儿童DHA 0800-066-886 双屁 それは巧妙な机械字架 お茶一杯の重さで うごくのいぐりみ 驚きを覚えでしょ 松井より シートの下に隠れたシート 指一本で動かせて その下には想像を超える空間 人々に感動を与え続けたい それはからくりの精神 私たちは新年の実践者 マスター マスター最大賞 市全車マスター2 交車最高可想5万円優惠 一碗酸菜麵年少162億 舌尖上的经济引爆兆元商機 二岸愛吃泡麵 一年吃掉将近五百一包 一碗酸菜麵 一罐奶茶香 鮮洗食品龙头争霸战 餐桌上的美味 舌尖上的经济 投资理財的新標的 精彩料金锁定 週一至週五上午11點 創作人生 一名陳建隆先生 過去金空的董事長 都會被詐騙集團說 白紙變美金 如果 這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奈吉利亞419的詐騙術 那麼這個顯然已經是 相當一段時間都在運用 可是他還會得逞 因為這加上了這種劇情 不過你如果大家用 陳建隆的當時的這種心情去看說 這個神奇捷克也展示了說 這個整個就這樣子洗出來 這是個魔術 這一定不是把原來那張紙 不可能會洗成美金 是一個魔術的手法 對不對 魔術的手法 基本上來講 我還是魔術師 不是詐騙集團 可是如果詐騙集團用這個方法的話 是可以騙得了一般的人 連陳建隆都騙得了的話 那一般人 我們在現場也沒看出來 你在旁邊 也沒看出來破綻嗎 我沒看出來 我看那張白紙 他還在握在手上 他怎麼慢慢的變成 有這個美金的出現 我這樣一直看 看我們的神奇捷克 他在做這樣的一個 四萬演出 我這種我看不出破綻 是 他在這樣 因為這個我們叫做洗美金 所以剛剛神奇捷克表演那個動作 那就是洗的那個動作 但是手法不一定會一樣 你剛剛講奈吉利亞十一九那個 其實破最多是刑事局 你去刑事局 我能看那個破幾次了 所以基本上是老案子 我覺得剛剛韜哥你剛剛講的說 今年2012什麼新的 新的這個詐騙手法 你一定是問倒了一堆警察 他一般都拿到什麼新的手法 洗美金這個是成年老案 這十一九這個更老了 但是我舉個例子的講就是說 我們以前大家跟六合宰在封的時候 都去拜拜我 拜拜我這個廟很冷的 我這個金座這樣一堂 賣你一半 不過我的金座會撲擊 會那個字會浮出來 我來示範一下好了 你要示範一下 來來來來 剛好 這裡有一張白紙 觀眾朋友看得很清楚是白紙 白紙其實就像您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說不管是金紙或幹嘛 反正它就是白紙 這裡有一杯看似清水的液體 陶哥喝一口 不要不要千萬不要 我把它沾一下之後呢 觀眾朋友很清楚的看清楚 買點買點 OK好 OK 因為沾太多了 沒關係 不過很清楚就可以看TVBS 明牌慢慢的就可以看到 TBS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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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是可以浮現你要的字 那基本上其實它是一個化學的做法 就是事先把鹼性跟酸性把它分開來 先塗鹼性然後再塗上酸性之後 那它會中和之後就會產生化學變化 那一般比較常會用在就是例如說 道士他在做這個符咒的時候 就說本來沒有 然後塗了這個酒精或是水 就是要塗下去之後 它就會呈現出來 字就會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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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就是常用的 之前是古代無字天書 有人把檸檬水寫在上面 然後再用 這稍後你還可以 這稍後我再請你來展示一下 不過接下來說我們2012的這個詐數的這個翻新 現在用各種的這個所謂的不管是 都在網路上面的 對 現在以前是專門對歐巴桑 現在對一般的年輕人 對這個家庭主婦你知道常上網 對 你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你看這手機突然來的時候 我就說恭喜你怎麼得獎 然後你得獎 大家一般都不會被騙嘛 我說怎麼得獎一定詐騙集團 然後你就說 他都說我不是詐騙集團 你看今天報紙 報紙一打開來看 果然是有這回事情 所以現在在這個整個的 不管是Laptop的所有的上面 都有這一套這種東西 瓜哥高超 對 我覺得現在網路 你剛才提到網路詐騙 其實最重要是他要你的個人的情資資料的意思 比如說假設中獎 你剛才提到說中獎 好 那基本上中獎 他就希望說你提供你的這個帳戶 個人的資料給他們 那他們基本上他就有你的個資 他個資就可以去運用了 那另外還有一種 就在網路裡面就是說信用貸款 我們過去我們一般沒錢要跟銀行 貸款要拿土地 信用貸款是不用土地的 網路上裡面也提到很多的信用貸款 那信用貸款裡面他說不用土地 基本上你把你個資給我 那資料全部都給我 那他就去用這個部分來做詐騙的部分 所以網路部分的裡面 我們剛剛提到說有太多的詐騙 不形形色色的 包括員交 包括各方面都有 那網路現在是大家人手一金 各位在捷運上看到 在捷運上大家都沒有 都什麼 都在看你的手機 所以手機犯罪是將來一個重點 當然我這邊我要提一個好玩的部分 就是說我做一個插曲 剛剛這個例子 曾經的例子是因為它有一筆 什麼基金規模多少 然後怎麼樣去動輯 現在還有一個很偉大的基金 叫民主基金 蔣重鎮基金 梅花基金 那倒好你聽過了 對對對 他說這個 他說這個基本上說 他基本上 這個基金的規模在台英 有六千億的這樣的基金 但是有個密碼 好 你今天如果要知道密碼 OK 我們來一個通關費用 通關費用多少 讓他去拿 那聽說有個黨國大佬 他拿出一張是他滿足滿清後代 他可以什麼 也可以解凍所謂的民主基金 說過去有什麼 滿清之後捐給政府很多基金 那像這個東西 基本上我們的唯一 我們要讚揚一下 我們的伯公 吳伯雄 聽說有這樣的人跟他接觸 但是他也知道是詐騙集團 但後來沒有去報 因為主要是 就說大家也心照不宣 所以現在連醫師律師 包括你剛才講的銀行家 包括什麼 黨政 全部都什麼 也都是詐騙集團 這意思嗎 這時事的對象 但是已經鎖定了 那麼大家以為這個 過去大概只有 關在這個家裡面 不常出門的 歐吉桑 歐巴桑 但現在年輕人也跟著一起 你說這些東西 大家 第一個你貪 第二個現在你除了貪以外 大家好奇 你知道嗎 好奇我這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就進去了 我剛才講 剛才我高超講的很對 就是說這些詐騙集團很會製造情境 他利用最新的新聞事件 最新的事件 然後我們很多民眾都是一知半解 比如說我舉一個專案好了 這個叫南寧專案 現在最熱門的 因為為什麼 老公在南寧成立一個專案 南寧要開發南寧 然後我們這些騙子 就用這個名字來 說你只要投資一百萬進來 你下面養五個縣 你這一百萬就回來了 這每一個縣又養一百萬 然後你就是坐享其成 現在中南部多少人上當 我一直在觀察一年多了 還在進行 結果我們的檢調單位 通通都沒有動 這個事情會鬧成大事情 所以說我現在告訴你 就是說大家常常 這些詐騙集團很厲害 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 而且他會一句套一句 套一句在你不知不覺中 把你的資訊就給他 我舉我自己例子好了 我也曾經差點受騙過 我看到一台DVD可以錄影的 那很多年十幾年前 怎麼才六千多塊錢呢 市面上三萬多塊錢呢 他說他是那個海關充公戶 怎麼樣 怎麼弄出來的 我打電話過去啊 他說對 是有這麼一套 那你在哪裡 我說我在基隆路 第幾號哪裡 好 我有一個朋友 就在你斜前面 他現在看著你 你這樣子好不好 我要確認你的身分呢 是不是剪緊掉單位 是不是把你的這個 你到那個ATM那邊去 你輸入一個密碼 輸進來以後 然後我現在取信於你 你先輸一看看 是不是有錢出去 沒有嘛 沒有錢出去 因為那個密碼呢 少一個號碼 然後第二次在叫你輸那個密碼的時候呢 我打個岔 給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是蘇伊奇先生 是最 講最近的一連串的詐騙的手法 每一個都可能變成 讓我們上當的一個過程 是一個陷阱 這大家要仔細聽一下 對 當然我第二次在輸入的時候 他說你把這個輸入 以後呢 然後請你打我的密碼了 打99999998 因為他事先問我說 你那個金融卡裡面 餘額還有多少 我說大概 我故意引一下 說2萬塊錢 他就變成1995 就是這樣子 最後剩下幾塊錢 這樣子就錢過去了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聽了就好笑 我說你 你把電話留下來給我 再給你聯絡 他電話就掛了 這句話很重要 我告訴你 很簡單 真的很丟臉 我們第二次還很多人上當 那個時候沒有人敢講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來了解一下 怎麼樣不會上當 怎麼不會被騙 這目前政府採取權力來防範 你各位在住家的附近 大概都看到 有貼了各種的大字報 說怎麼樣 但是 道高一齒 這些詐騙集團 就用政府的這些手法 照樣來行騙 馬上回來 欸 走吧 擺脫一切 還給自己 最自然的純淨 清淨美茶 唯一精選荷葉 藝人 玉米墟 等15種天然素材 負擔代謝 體內進化了 清茶聊戲 清淨美茶 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輕聲狡猾的時間中 機智釋放禁骨 激速捧捉瞬間 打破魔鬼的咒語 阿法七七 越去瞬間佔據細節 阿法五七同步登場 夏恩英語 百分之百合格外視授課 學好英語也學好品格 夏恩英語 02-2351-7755 87萬元起 入主SUV 送空力套件 最佳送六年六大系統保固 87萬元起 入主SUV 送空力套件 最佳送六年六大系統保固 完全外視教學 打造國際視野 夏恩英語 備見兒童DHA 補充兒童每日所需的DHA脂肪酸 為兒童專制 幫媽媽省事 給您的孩子好好加油 備見兒童DHA 0800-066-886 MOD家庭豪華餐 有上百個頻道 多達四十個高畫質頻道 畫面品質滿意度高 數位電視首選MOD 通風透氣 GP多功能兩拖鞋 GP多功能兩拖鞋 主導哥 你也喝兩拖 才能幹活呢 有兩拖鞋 千分會變成有 對 都給我 兩拖鞋米露 喝不到就知道了 只喝酒是誰 兩拖鞋米露 花色新鞋 GP花藥女鞋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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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有你 HONDA TAIWAN 才能與你一起前進 萬元有禮 事成周周送 本月入主五年無限里程 全車保固 CRV再享零利率 最新的這種詐騙這個手法的 這大家也要小心避免這個上當 好像都是執法人員 他借利使利 稍後我們在這邊 還有這個神奇捷克呢 也要讓觀眾朋友來看 現場這麼多人 居然沒有分辨出來 他是用什麼手法 如果詐騙集團 在這個任何的一個這個場合 耍我們民眾的話 真有可能會上當 我稍後再請你 把那另外這個幾招 讓觀眾朋友來檢驗一下 政府他在那個警察的 投資在警察的 在防詐騙的 我們預算不算 但是印刷品 一年超過十億 我們政府花的錢 對 都在預防這些詐騙 你看 因為這個詐騙已經上百億了 這邊都印到變書來的 也有印到變光碟來的 也有這種 防詐騙在你家的門口裡面 都用開的 到處都是 用心良苦 還要用這個 你看這樣操作的 連你去ATM提卡 他還要提示你 還要切在那邊 還要警示你 再來 為了小孩子不要被騙 用ABC那種英文的檔案 做那個 那個緩詐保典 各位 你們看看 這本書 除了我們刑事局 165緩詐騙專案以外 台北市警局 紀三年多以來 單單被詐騙 而被詐騙 而金光檔得到手了 超過一百億 98年就45億多了 後來那個 我們的政府一直反詐 強力破破 再降低到變成25億 再來99年25億 再降到100年 也有接近20億 那你看為什麼 政府詐騙局長他那麼 他那麼猖獗 你看陳建榮 這一次的奇美金事件 是1960年以前就有了 42年前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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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金融 大家知道 鈔票是用大馬子做的 要用大馬的成分 他們為什麼金融界 一拿起鈔票 你摸就感覺到 真假 他摸就好 因為大馬子跟普通紙的 不一樣 尤其是美金 對 他就要射射 會射射著 那你看看我們整個台灣 投資在這種反詐騙 你看台北市警察局 單單為了這種事情 連前後面 而且到社區講座 還要到社區講座 每一個電梯口都貼得有 社區也要去講座 到學校去教導幾朋友 照樣是騙了 因為你們現在看看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假那個小孩子在哭的聲音 講話的聲音 然後被撞啊什麼 對 騙家長說 你的小孩子在我手中 你要把錢牽 先會在哪個地方 不能忘了我把小孩子弄死 你聽到那個小孩子在哭的聲音 真的像自己的小孩子 那你在牽那個聲音 又像自己的小寶貝在講的話 泛濫猖獗的目前這個情況 我的小孩就是曾經有一次 有一次人家歹徒就是這樣子偽裝 打電話到我家來 真的就是這樣 假的非常一樣 你沒付錢嗎 我付15萬啦 沒騙 林銳圖先生 我真的付15萬 連你這麼精明的人都被騙15萬 我說我現在手中沒有那麼多錢 不然他那時候一次要求是50 哇塞 連林銳圖先生都會被騙 我就憲證說話嘛 15萬啊 真是難以講一下 你認不認要護嗎 你太可憐了 我被騙了不是更慘 我在06年年底的時候 為了要抓陳水扁的海外洗錢 被 也等於是債賣集團 他拿了一些蛛絲馬跡給我 他說你記得我那一帳被騙了多少 22萬美金啊 22萬美金啊 所以這個邱毅先生在提當時邱毅委員 在揭發這個弊案的這個時候 那麼就是量身打造 我就知道你想買證據 那我就針對你設計了一套東西 邱毅委員幾乎上當了 那個時候他跟我講說 欸 先好幾個關卡 我都失敗了 好 接著他說 他能夠找到 美國的洛杉磯的移民法庭的一個法官 這個法官有整個他們辦投資移民的資料 他們給你記得嗎 好 而且還給了我那個法官的名字跟電話 我真的打電話去Confirm 真的有這個法官 確定有這個法官 但是他說 他有提醒我 不能跟法官交談 只要確定有他就好了 一交談的話親密就先 對 他說交談的話 萬一被人家知道我們在幹嘛的話 這個法官要犯法 他就 這個買賣就沒有了 好 那結果呢 我確定了以後 我相信了 我相信了 然後他再傳前面的一些資料給我 他過來記吧 我那時候公布了一些資料 那些資料後來證明也是真的 但他只有一部分 真真假假假 對 真真假假 真跟假參在一起 結果我就不斷的會 他一開始告訴我說 三萬美金就足夠 然後就不斷的加碼 加到最後 我總數 我連被騙三次 一共輸了二十二萬美金 邱毅先生 你當時邱毅委員 你也記得我告訴你一句話 我說這是假的 我是不是跟你講 因為你太心急 太心急去找證據 所以這裡面 所有的騙數 你要不然是貪 我說我趕快拿到錢 要不然 這個 你所有的動機 動機不一樣 你說親情被綁架了 被揭持 受傷了 我差一句話 就是說他會 歹徒會根據每一個人的特性 打造 他會打造 例如說他不是前一陣 有什麼辣妹兵團嗎 他知道 因為人若警戒心 就不容易被騙 他讓你根據你的性格弱點 有些人好色 他找辣妹兵團 有些人 有些人貪 所以他給你設計了一個陷阱 有些人相信政府是萬能的 所以還有政府的反詐騙 來騙你 對 所以他根據每一個人的心性 然後設計出來詐騙的一個手法 而且你還深信不疑 回問你一問 陶哥是這樣 這個是今天的新聞 這個是一個大學生 我們只拍到他的背面 這個是騙人的 他就找同夥在捷運站 物色這個辣妹 說這辣妹身材很好 穿得很火辣 叫同夥去跟他講說 你來當我的網拍的model 現在是很流行的 剛剛陶哥講2012網路很流行 網拍model 你搞不好這個星探看到了 你就可以上什麼節目 哪一台的什麼節目 可以馬上就紅了 就剛剛邱瑋言談到就是人性 大學生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 也可以走上伸展台 也可以上電視什麼的 然後就很多辣妹被騙 馬上就簽了一筆 25萬的合約 其實那個合約一定是無效的 違反工許良索一定是無效的 前一陣子 靠哥我們友台有一個陽性大哥 也被拿來當幌子 一個很胖很胖的這個男的 他就去友台一個節目叫做什麼生的美 說這個女生很漂亮 要到他電話之後就跟他講說 我是某某電視台的這個大哥 那個大哥是大家都知道名字的 然後那個小朋友 因為都是大學生想說 這個大哥看上我了 我馬上梳妝打扮 就跑到台北來跟他見面 一看說那很大塊 那跟我印象中的那個大哥不一樣 第一天見面就要去開房間 想也知道不可能 所以陶哥我們現在是六月 剛好是畢業的季節 我真的要跟這個年輕朋友 他入社會來講說 沒有那麼簡單的 你在做捷運做一做就有人跟你講說 小姐你可不可以留個電話 你好漂亮喔 你也當我的model 或者你要找工作 心探或找工作這種求職陷阱 就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會抓住你的人性 他知道你現在急於找工作 社會新鮮的人 他就從那邊下去 而且這個詐騙現在手法上 有一些的差異 他開始鎖定目標了 稍後在現場讓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這個用錢來引誘你的 是其中一個方式 馬上再請你展示一下 怎麼把白紙當場變成鈔票 稍後回來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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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俐落直角 时尚美形 4.3寸大营幕 LG Optimus L7 LG L-Style 公主与狩猎者 宪正热映中 主导哥 你也你两爪 有两爪 请我们来变成一位 公主与狩猎者 宪正热映中 牛将亲 要亲 伸风黄駝彩队 系统设定完成 中心保全 NXT智慧商馆 不只是保全 还能帮你省下20%电费 现代身装就送免费电力舰检服务 中心保全 牛将亲 要亲 伸风黄駝彩队 87万元起 入主SUV 送空力套件 最佳送六年六大系统保固 87万元起 入主SUV 送空力套件 最佳送六年六大系统保固 台湾有一群很简单的人 他们充满梦想 勇往直前 常常大声地笑 从不怕人生中的风雨 因为他们相信 人生是一连串热情的组合 献给不简单的你 金门高粮酒 大陆造型king 王忠磊创造市值300亿 成长过程里面 对于戏剧 电影 电视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象 我们叫大悦儿 我们叫眷村 然后每一周会放一次 比较有意思的是 那个可能 可能连续几周看的电影 都是一个电影 在内地其实现在 电影的数量非常非常高 去年已经达到了500公电影 但是可以进到电影院的电影 可能100公左右 TVBS刊白 每周日56台 我们就欢迎观众朋友 千万要小心 现在2012的诈骗的手法 它其实本质一样 就利用你人性的弱点 利用你贪好奇 或者利用你恐惧来诈骗钱 刚才其实在我们现场 大家谈了半天说 看别人这么被诈骗了 怎么这么笨的上当 林瑞涂先生 他也被诈骗了15万 台币就是台币 要求50万 要求50万 用亲情用小孩子哭声 连林瑞涂先生都被诈骗 还有邱逸先生 被诈骗了22万美金 22万美金了 还有我办公室主任到美国去 出差的 这个还没算 旅费交通费都没算 所以这个是整个的防不胜防 虽然政府权力来打击也相当程度的破解了很多 可是这个诈骗集团 它基本上就是用你的这个 报告一识 他谋告一丈 没错没错 那刚刚你们讲说你们一般民众被骗 不稀奇啊 我们不是一般民众 我们有很多社会经验 我知道调查局 检调单位啊 还有刑事警察局啊 也通通都被骗了 因为为什么 大家也在贪嘛 你们有些是贪钱 我们这些人是贪工嘛 他跟我讲说 有多大的一个案子 大部分都是研读案 海洛因都是几百公斤的啊 那个都是啊 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案子啊 那个几乎半凳了 半凳了海洛因啊 那个国际版的啊 哪一个不心动啊 我今天一拿了这个东西 起码一个大公 两个大公 我直接平步轻轻就升上去了 就是完全掉入那个情境了 他说如何如何 他编一套故事 说实在这个编这个故事 还编了我自己很内行的人 我都听不出什么破绽而已 这个高明了 很高明 真的很高明 因为他已经演练了很久 收集了很多资讯过来 到最后就是说 这个破案 一定会有很多的破案奖金 我知道你们这个破了阉毒案 有两笔奖金 一笔是局里面给的 一笔是内政部给的 东坡的清清楚楚的 以前卫生署给哦 卫生署要把这个 海洛因买回去 作为医疗用品哦 医疗用品 所以说那个又另外一笔奖金哦 所以说他就 查得很清楚 你的奖金大概会有多少 你这样子好不好 我现在手头不方便 你给我一点工作费 工作费一开口也不多啦 五万啊 十万啊 那我们哪一个办案的单位呢 手上不留个几十万 做办案费用 好啊 五万十万就给你了 给你以后 给了以后 以后石沉大海 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人呢 你看这种事情 不是只有一次发生了 我在基隆站就发生一次 在台北处又发生一次 到台北县又发生一次 所以他完完全全 现在是用掌握住你个人 他只要锁定的话 就是一套故事跟进 不过这点你可以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千万 这是大概最入门的一种 如果碰到这个诈骗集团 是 OK 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 就是大高一群蒙高一丈 其实在魔术的手法当中 其实强调是错误了心理打 跟视觉降流 OK 好 那其实手法没有新旧 你知道 你没有看过就是新的 OK 好 那我先示范几种变前的方法 那大家可以看看 能不能欺骗过你的眼睛 OK 好 这里有一张白纸 OK 确认这个白纸 OK 我把白纸放进去之后呢 OK 好 透过我们的镜头呢 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呢 OK 好 那我慢慢的呢 从这边出来 OK 观众朋友看得非常清楚 OK 好 钱呢 OK 慢慢的就 就从这边就出来了 印钞机就出来了 这是犯法耶 确认 这是犯法 我强调我是变魔术的 OK OK 好 观众朋友其实可以看清楚呢 它就变成一张 正涛 诙骗机 这个是 诙骗机 卖的就是这个东西了 这是正涛啊 这是正涛啊 可是你刚刚那个有折子耶 折折点 这完全没有很清楚 好 没关系 OK 我强调一下 这是今天我示范的是魔术 OK 大家不要用诙骗机的方式来看 OK 好 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样有几张纸钞 这纸钞呢 其实都是这个资料单位给的 OK 好 我在确认这里呢 把它纸钞 纸钞呢 观众朋友看清楚哦 把它纸钞拿起来之后呢 稍微呢 剛才也說要噴一點神奇的液體 噴完之後數到三 一 二 三 所有的錢全部就變成了 大家可以看清楚 就是美金耶 就變成一疊美金 分一點嗎 分一點 前菜說美金的話 就分一點一點 這是假的嗎 這是假的 這是玩具 這個玩具美金 這張是真的 這兩張是真的 我先帶走了 沒有 因為這個要變這麼多 一百塊的美金但是不太可能 好 不過接下來我最後要示範一個 其實要告訴大家 眼見未必為平的一個魔術 其實觀眾朋友其實 就很多在公園裡面看到很多魔術 真真假假 為什麼 因為其實魔術可以欺騙人的眼睛 是 OK 接下來我要示範一個 觀眾朋友剛才我們在水裡面 透過水裡的表演 接下來我在觀眾面前 我要看哪一機 這正對面 要看正對面 這一機嗎 這一機是正對面 都可以 好 觀眾朋友仔細看一下 好 我在所有觀眾面前 好 把這張紙鈔 確定一下這是一張摺過的白紙鈔 OK 好 摺過白紙鈔我把它摺一半 再把它摺一半 摺完一半之後 再把它摺一半 摺一半之後再把它摺一半 摺一半之後把它摺一半 摺一半之後反過來 反過來就把它打開 打開了再把它摺一半 摺一半再把它打開 打開完之後 觀眾朋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一張紙鈔就變出來了 這也是真的是真鈔了 真鈔 OK 所以剛才神奇結婚展示的一個東西就是 它可以在你的面前 如果被詐騙集團使用的話 讓你心服口服 這是完完全全 我們大家在現場看到 沒有辦法是破解的 他剛剛是魔術 他真正這一次裡面的詐騙集團 是他真的是整箱的 其中有一張是真鈔 這個真鈔都經過處理之後 其他都是白紙 他就跟你引信說 我這個真鈔基本上透過神奇藥水 我可以回復 變成所有整箱都是 所以你覺得說你拿一張 可是你這個神奇藥水 它會給你很大很高的代價 譬如說一百萬 因為你有一百萬這個神奇藥水 你可以去洗五百萬的 所有的真鈔出來 問題在這裡 所以他基本上 他整個的過程裡面 我剛剛講提到說神奇藥水 他剛剛解釋是水變魔術的 但這個詐騙集團是 他幫你認為是說 心以為真的東西出來 所以不太一樣了 這個兩個角度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他拿的是 本來就給你看了 就是一大堆白紙 然後說我這樣子 讓慢慢的這樣洗出來 所以你如果在那種情境 鎖定你的再加上故事的話 你幾乎是難逃這種詐騙的魔掌 對 高超兄講 那個才是我們社會新聞版的洗美金 賣藥水那個才是正解 不過陶哥你講到這個 我觀察到有一個部分 是我們以前社會新聞不會有 就是那個剝皮店 因為現在手機很多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這種經驗 可能是 可能以前我不知道電話留給誰這樣子 最近很多電話都鑰兩聲就掛掉 就掛掉 然後等你點電話 而且是你們也接過 可見不是只有我去酒店 你們都去過 我沒有啦 09XX那種開頭的 那你如果回的話 馬上有女生想說 你怎麼還不來找我 你聽那個聲音 陶哥這你很難體會 那種宅男你知道嗎 你怎麼這麼久沒來找我 心都軟 天內地火 天內地火 他願意跟你上床 因為他騙的是你後面那一大筆錢 他會先墊墊你的金量 說你這有幾十萬可以騙 他就跟你上床 以前不會 以前就是你只聽得到聲音 可是你看不到人 現在這些詐騙聽眾 我就必須講 他是越來越大膽 他女的敢跟你見面 見面還有有時候叫他姐妹套去 幫你拿錢什麼的 亂七八糟 那我必須講 這個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那個人性的弱點 他知道你說你中年了 然後一個人 我派個辣妹去跟你上個傳片說 我們一起投資一個什麼咖啡廳什麼 你拿個一百萬出來 他只要聽你回話 然後幾句話就自己可以掌握住你了 要不然就跟你講說 怎麼他有生病啊 爸爸媽媽怎麼樣啊 或者家裡破產啊 爸爸現在欠了一屁股的債 那這時候叫你救他 類似這一種 不然就叫幫他贖身了 對對對 我簡單說一下這個東西 他們基本上就突破人的心裡的 想說保本保息高報酬 像太多這種 包括最近有很多藝人 也是參與這樣的東西 就說什麼保本專案 告訴你投資六萬塊 月領九千六百塊 不錯啊 投資九萬六月領九百 領十八個月 哇這個好像是什麼 什麼黨國大佬在領的 那領回十七萬兩千八 賺了七萬多獲利多少 所以他的設計公司是 你的人的恐懼 人的那種貪圖的界線 我九萬六每月領九千六 那每個月幾乎你一萬塊 所有的保本的所有的利子 大部分都是一個 一定的公司在做高報酬 然後他告訴你說 這個是私募基金 很多太重的事是依照你什麼 依照你貪的心理防線來設計的 這個是不得的 而更可怕的是他不讓你覺得你很貪 我沒有那麼大的高報酬率 這是比較穩定的 那個才是最可怕的 最後一點提醒大家怎麼反覆 我這邊我自己親身的案例 剛剛輝文講那個故事 我是接到前半段 一通電話過來 我沒有接到 我在回話 回話以後 第二個月接到電話費 我打一通打到烏克蘭去了 哇 那個電話費不得了 那個時候好幾千塊錢 所以說我從此以後 看到這個來路不明的電話 而且絕對不回 絕對不回 打到那種電話是一分鐘 好幾十塊或者三塊 對對對 而且他還跟你拉了半天 所以要小心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觀眾朋友 尤其是連位圖先再度提醒 這個反詐騙 反詐3C 如果大家覺得說 我們是警覺心已經很夠了 不會被騙 千萬要小心 隨時隨地 那麼只要我們有任何的 這些新的 不管是手機 簡訊 網路 這個臉書 你常用的話 孩子們常用 都有可能上當 他現在有可能利用孩子 讓你整個家裡面都捲入 我們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在關心這個事情 再回來 內政部長李鴻源先生 要不是針對這個詐騙的問題 要談更深入的 是整個我們台灣面臨 多嚴酷的一些的狀況 稍後回來 這是一個幼幼的世界 在這裡 只要是幼幼就...